我又有一个观念 自己的国家自己救 人家多少天来 这不在我们考虑之内 如果你要打多久 我赔多久 我们不能依赖谁会来 霸气回应中共威胁 国防部长邱国正 在立员被寻的这一席话 令不少网友动容 以国军为题材的国际桥牌社 更事处于断 国防部长邱国正 在五年前 就已经不畏战的受访画面 国防整个政策 我们不挑衅嘛 但我们绝对不逃避 不回避嘛 对 我们备战嘛 但我们不求战 但我们硬战 我们不避战 邱国正还提到 台海危机当下 儿子问他 万一战争开打 该怎么办 邱国正对儿子说 若不是爸爸凯旋归来 就是在战场上 找爸爸的遗体 我讲到你是一个 巨人的儿子 一旦台湾发生战争 你是有两个选择 一个 在家里等到老爸 光吻归来 一个到战场上去 唱老爸的尸体 我听了一个掉眼泪 才我懂了 邱国正话中有话 不只逼过儿子 不少网友纷纷表示 这才是台湾的将领 捍卫国家的心 令人动容 新唐人亚太电视 张永如 台湾这里报道 advice 万不少 男混合 我们应该大众